女人在万米高空的热气球上因缺氧而昏厥 极寒的温度下气球早已冻成冰霜 女人在结冰的曲面突然开始不受控制的下滑 等她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被倒掉在空中 原来是脚上缠着的绳子救了她一命 博美吓得赶紧起身死死抓住绳子 然而当她俯瞰下去 脚下的景象差点没把她吓死 博美的手已经冻僵 根本抓不紧光滑的细手 一个不小心就会从万米高空坠落 她大声向吊篮里的同伴泰迪求救 但始终得不到回忆 因为泰迪也早已严重血氧晕了过去 漂浮在这万米高空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要想得救就只能靠自己 博美死死抓着绳子像荡鞦韆式的反复慌 终于巴住了吊篮翻越进来 而博美之所以会面临如此险境 是因为就在不久前 泰迪为了减轻负重飞得更高 丢掉了吊篮里所有随身携带的重力 结果导致热气球飘到对流层后 就开始逐渐失控 博美眼看着热气球在不断上升 在极度缺氧的高航环境下 两人的身体也在承受着严峻考验 在往上飞 气球也将面临着爆炸的威胁 如果不阻止的话 他们迟早会冲出大气氛 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于是博美只好做出一个极其冒险的尝试 她需要徒手爬到热气球的最顶端 只有打开气阀释放热气 气球才可以下降 博美就这么顺着热气球边缘一点一点向上挪动 冰冷刺骨的僵硬麻绳就是她唯一的支撑力 本就被冻僵的双手很快就被摩擦的血肉模糊 博美扒在万米高空的热气球上 要徒手爬向气球最顶端 她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在截了冰的球面上随时都有滑落的风险 她的大脑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往下看 可眼睛还是忍不住 只是稍微瞟了一眼就把她吓得双腿发软 此时博美已经感觉严重胸闷气短衣食黄乌 体力透支加上过度缺氧 她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会昏迷 于是博美一股作气奋力向上爬 破裂的手掌疼痛难忍 瑟瑟发抖的身体十分僵硬 博美拖着沉重的身体终于爬到了最顶端 还来不及喘口气 便立马站起身踹开了气氛 大量气体瞬间一泻而出 为了避免阀门被冻住 博美只好脱下自己的鞋子卡在了洞口 做完了这一切 博美就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紧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阴霧 完全失去意识的博美顺着气球滑入而下 等她好不容易爬回吊篮 却发现队友已经没有了呼吸 就在她绝望之时 泰迪突然苏醒过来 想必热气球已经下降了一定高度 有了足够的氧气 才让泰迪逐渐缓了过来 在得知是博美不顾自身安危地救了自己 泰迪十分感动 泰迪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记录气象数据 她是一名敬业道 有些疯狂的气象记录员 为了获得到准确的气象数据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哪怕豁出性命 这也是她最开始不顾一切 丢掉所有随身物品 只为飞的更高的原因 这时空中下起了鹅毛大雪 泰迪健壮赶紧拿出特制的杯子 接住雪花 用来做气象研究的样品 这是他们第一次 在万米高空中感受大雪纷飞的样子 两人不经感慨 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 但很快博美就发现了不对劲 女人正在热气球上看雪 却突然发现原本坠落的雪花 仿佛突然静止了一板 她担紧起身查看 几秒钟的时间雪花竟开始向上飘去 刚要怀疑自己进入了魔幻世界 下一秒博美就反应过来 是他们的热气球正在飞速坠降 而且已经明显超过了雪花降落的速度 博美看了看上方被自己踹开的阀门 现在修补根本来不及 他们只能不停地给吊篮解重 可能扔的都扔了 甚至连取暖的棉衣也丢了下去 却依然无济于是 以这个速度俯冲向地面 他们必定会死无全尸 于是泰迪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让博美爬上固定吊篮的铁环上 然后一点一点将吊篮的绳索割断 为了减速只能割舍他们唯一的容身之处 然而速度减缓地微乎其微 而且他们还失去了吊篮的保护 现在唯一的负重就是他们这两个大活人了 博美决定牺牲自己跳球自杀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 但起码让泰迪能有一线希望 泰迪拼命阻止博美 他们二人是出生入死共患难的好搭档 他绝不允许博美为自己而牺牲 紧接着泰迪看到热气球上固定形状的绳索 于是他集中生智 果断割断了绳子 下一秒热气球瞬间展开 形成了一个巨型降落伞 两人手牵着手相视一笑 为拯救了彼此而欣慰 可危险还没有结束 只见将落伞俯冲进了森林 泰迪被尖锐的树枝各种寡冲先吊起 博美则是被拖行了好几百米 索性两人最终都幸运地活了下来 他们突破了气象飞行的历史新刀 收获了今生同生共死的真挚勇情 带着最新气象记录数据成功完成挑战 劫后余生便是重生 他们的非凡冒险之旅被登上新闻 这是发生在1862年的真实世界 主角的原型名叫詹姆斯·格莱舍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天气预报 全靠热气球飞行来记录大气层与气候的变化 每一次飞行都是显向重生 这需要有无畏精神的英雄无私奉险 在一个未知领域不断探索冒险 正是他们的一飞冲天不惧生死 为气象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成如今先进精准的天气预报 每一个迈出未知领域的先行者 都值得被我们永远铭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